大家好 买房的时候除了注意一些房屋的硬件条件之外 当然你也要考虑之后的一个房屋的一个维护成本 在这里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 房屋的维护成本会大很多 不管是独立的别墅也好 连排屋还是公寓都有自己的一系列开销 那我们今天就来专门说说关于这个钱的事情 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各个房屋的一个英语上的一个个字的翻译 在开支方面的独立屋house 以及双拼的别墅duplex 基本上属于是一类的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前后院 房子也好院子也罢 都是你让自己进行来打理的 这两种房子的主要开支是地税 加保险加水电煤 我只能说保险在这里百分之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买的 当然如果你全款买房 你可以不买保险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首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保险 由于独立屋 保险要保的东西比较多 保费一般会比公寓 也就是condo或者说是连排别墅 townhouse会贵一些 在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或者没有任何不良 记录的一个情况之下 一个价值四五十万的房子 一个月的保险大概是在100到130加元左右 当然具体的保费还是要看你房子的一个位置 面积房龄 还有是否有防盗防火系统等等 主人的职业是否婚配 也是决定你保险税的一个因素 接下来说一下地税 根据不同的省不同的城市 地税的税率也是不太一样的 同样的阿尔布塔省 由于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 不仅消费税为零 而且地税它相对于加拿大其他地区而言 也是非常低的 每年这个房子在地税这个方面 它帮你省个几千家园 也是轻松带愉快 具体的地税的细则可以参考卡尔加里市政府一个网站 同样一般而言 一个价值40到50万的房子 每月的地税在220到300加元之间 水电煤气垃圾回收的支出 在卡尔加里来说也是相当大的 应该说不只是卡尔加里 整个加拿大来说都是比较大的 同样以一个200平米左右的独立屋而言 平均下来每个月在这方面的开销 差不多会是300加元 冬天的话一般花费会就会更加多一点 是因为暖气的关系 夏天来说就相对会低一些 因为这边大部分的家庭 它其实是不会装空调的 电费方面它其实是不会比那个冬天多花太多的 但是暖气方面就会省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夏天 通常水电器的那个bell会比较低一点的原因 冬天这里会比较冷 时间也会比较长 即便你家里是没有人居住的 你也不可以把暖气关掉就是一走了之了 如果冬天家里温度太低的话 那是会引起水管爆裂的 一旦漏水的话 那你可就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所以房子即便是空着 它的维护成本的依然是在那边的 北美对于炒房族而言不是很有效 它的道理就在这边 比较常规的还有夏天的割草 冬天蝉雪 如果夏天草涨的特别过分 那你要小心你的邻居来投诉市政府 到时候如果市政府的人来帮你割草的话 那这个账单就是200加元 就直接寄到你家里了 冬天如果不蝉雪 那就更不行 卡尔加里其实还算好 因为它属于比较干嘛 所以冬天它的降雪量不是很大 如果你换做是冬部的安省的回北客 那你不蝉雪的话 我告诉你 你连门都出不了 还有一个小技巧 一般处于在拐角的独立屋 它的院子会比较大 相对而言夏天割草 冬天蝉雪的工作量也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不喜欢做这种维护工作的 尽量就避免购买拐角上的那个房子 Condo和Townhouse在房子维护方面的各类开支 其实跟house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也是保险地税 水电煤垃圾回收 对吧 但保险费方面 因为它只要保室内和个人的财产 所以保险费相对独立 会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地税也会略低一些 但不会便宜太多 大概也就是同样大小的house的 可能九折的左右的样子 每个月的水电煤暖期会便宜不少 因为大部分的condo或者townhouse 它是需要支付物业费的 物业费包括好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房子外部的一个维护 第二就是对于物业环境的一个维护 比如说割草 产雪 公共资源的维护等等 第三就是水电煤账单的一部分 很多condo 其实你只要支付电费就可以了 原因是物业费中 它已经包括了水费 天然气和垃圾回收等费用 好处自然是冬天暖气的温度 打得再高一点 也没有任何额外开支了 对吧 因为你天然气的这些费用 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和独立屋最大的不同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个物业费 而且物业费会随着房龄的增加 而不断增加 因为房子越老 自然需要维护的地方也就越多 物业费不是你可以讨价还价的 很多人不喜欢买condo和townhouse的一个最壮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物业费的上涨幅度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一年上涨个50刀100刀 那都是轻松带愉快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大的维护工程 比如说房子的篱笆 外墙 屋顶 电梯 你需要进行维护或者更换 也许本来这些东西可以使用30年的情况之下 但有的物业不到20年就要求要更换了 这些大的工程因为耗资特别巨大 所以是要额外向每一个住户收取一次性的费用的 一般这个费用是不低的 从少则两三千加币 多则一两万加币都是有可能的 就看这个工程到底是有多大了 而且因为这些钱是住户出的 因此物业公司也他也不会也懒得去货币三家 所以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总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除非是老年人或者那些完全没有动手能力的人 一般我会推荐还是购买独立屋或者是双屏屋 好吧 今天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